好,现在继续开会 我们就继续完成这个 公务员惩戒法的逐条审查 上午我们讨论到62条 62条这个体力上是没有问题的啦 只是说大概委员有一些疑虑 你们再去说明 那62条我们就照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我们讨论63条 请教委员的意见 委员如果没意见的话 我们就照司法院的提案条文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二节上诉审程序 本节是新增的 就是配合公务员惩戒案件的审理制度 从一级二审制 就是变更为一级二审制 请问各位委员对杰明有没有意见 没有的话我们就照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64条 就是新增的条文是20日内 刑事也改20天 所以是比照的意思而已 没有影响 OK好 好谢谢赖委员 那委员对这条没意见的话 我们就照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65条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好没意见的话 我们就照司法院的提案条文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66条 好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就是上诉的理由 法律审嘛 好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的话 我们就照司法院提案的版本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67条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有的话 我们就照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68条 我们现在的上诉期间都改为20天 那提出理由的时间也都是20天 是不是 就包括上诉最高法院的也是20天 好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好来 请教那个后段分号后面 他说未提出者 无庸命期补证 由原成见法庭以财并驳回之 那所谓命期补证 是你们本来有哪一个程序是必要性 然后这里是变成说不需要补证 来请说 比如说当然这边没有费用的问题 比如他的书状他没有签名 我们可能要命他补证 那这个部分是在讲上诉理由 就是说你上诉理由你本来就在20天的要提 你如果不提的话 这种情形我们在这边特别规定 我们不再命你补证 我们不再做一次补证的动作 我们就可以直接裁定驳回 那什么情况你刚刚说除了有一些比较是输露的部分 你们会命期补证吗 对不对 那这个有没有什么就是说特别要正面提醒啊等等 这个 一般如果当事人他如果不找律师做诉讼代理 一般公务员对于这个 是不是你们觉得有没有必要在 在什么情况下是得 就是说有一个补救的空间 有没有这种考虑 这个部分实务上操作的非常的成熟 就是他上诉状要提出上诉书状 那要写上诉理由 要写要签名 要有盖章 他非常的清楚 还有上诉期间是不是要遵守 这个在里面规范的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 除了在上诉理由 这个不用补证 这也是在各诉讼法里面 都是这样的操作 是非常的纯熟 我想尤其在公务员的部分 他应该会非常的清楚 可以理解 所以不会让他觉得 在救济上不太 会 没有提醒他 也没有命期补证 是是因为在其他的诉讼法 也是这样的体力 是 好没有意见 就原审的判决说 后面会不会就是 还是记载 那个提醒事项嘛 20天内要提上诉嘛 上诉期间会教示 然后要不要说 20天内要再补提上诉理由 我们都会告诉他 就如果不提的话 就会 也是会教示 也会教示 就是那个格式后面会写嘛 对会有教示 对 那这个法律审 上诉二审 有没有强制代理 强制 这算辯護还是代理 他是辯護啦 对他是走 对他是辯護 那因为民事到最高法院 要律师代理嘛 那这个辯護 这有没有强制辯護 也没有 目前没有这个规范 没有 因为这个考量到公务员 他有一定的知识水准啦 所以他在这个部分 我们目前没有强制辯護 是 好 那68条 一般诉讼法都是这样规定啦 这个程序上的规定都是这样 好 68条我们就叫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69条 上诉不合 上诉不合法 来 司法院请说明一下 比如说预上诉 刚才举例的 预上诉期间 或者是说他书状应该要签名 那没有签名 那我们命他补证了 那他也没有补 这上诉不合法 他第一项说不能补证的话 我们就把它剥掉这样子 比如说他没有付理由那个情形 对 这个不用命补证的 是 第一项是关于 不用补证 不能补证 第二项是可以补证的 如果说可以补证 我们要命他补证 然后他还是 期间内没有补证完毕 我们就 一样把他剥回 是把他这两种情形 把他区分开来是 这个是原一审的 惩戒法庭在审酌嘛 那到二审还是会 还是会再审酌一次嘛 是他还会再检视一遍 好 请问各位 你们对这条条文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交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七十条 这是上诉审的程序 好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交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七十一条 七十一条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照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这个有关于 惩戒法庭的那个审理办案期间 那个郑玉棚委员有一个提案 所以那个部分我们待会再讨论 好 好 好 七十一条就照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七十二条 就第二审还可以再处理 好 好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照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七十三条 好 所以是不用受他的上述理由拘束 他全盘都要从头考量 有没有违背法令 这好像跟刑事民事有一样吗 他的上述理由还是要 指摘出来 对 所以他上述理由上述人先框定了 那框定在这个室友里面 他至于他的那个 他的调查的那个范围 他不受他上述里面 他记载上述室友 关于上述室友的理由的拘束 为什么 这个理由是什么 因为他要整个 因为他整个公务员 我们是对他整个他的为师行为 要做整体的评价 所以我们要做整体的评价的时候 我们不会只局限在他的这个 他的上述理由里面 所以他跟那种一行为去切 一行为去看待说要几个行为法 这不太一样 或是说给他刑事法不太一样 他是做整体的评价 看他是不是公务员或是应该 受到什么样的惩戒处分种类 好 请问各位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 73条我们就照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74条 延迟辩论为局 那个 要有延迟辩论是谁决定 有审判长决定还是怎么样 何怡婷会记过讨论是 有统计吗 就是有延迟辩论的 现在尽量都要延迟辩论嘛 所以我们这边是以延迟辩论的原则 那请那个 维持 司法院跟陈界 现在的陈界文会 大概提报一下数字 你们现在延迟辩论的比例是多少 作为我们审查预算的考量 就是现在延迟辩论是原则了吗 至高法院也是这样吗 好 请问各位没见 没有的话我们74条 就照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75条 那请教一下那个司法院 那73条跟75条 这样子会不会在审判上会不会撤走啊 就是他要以他一审判决确定的事实为判决基础 因为他是法律审 可是他又不受到上诉理由的拘束 他是可以通盘整个去考量的 这两者之间的奋纪要怎么去划 在75条第二项的时候 就是说他是以 73条他是说他不受上诉理由的拘束 但是他75条还是原则上 他是以这个确定的事实为他的基础 但是他如果有违背经验法则 是论理法则的时候 他还是可以去处理到这个事实的问题 处理到事实的问题 下面意思 他事实原则是框定在一审的 但是我们二审还是法律审 他法律审我们虽然在73条说 他有没有违背法令 不受上诉理由的拘束 但是他在 这么讲好了 就是说我们一审是事实审 二审是法律审 那法律审原则上是尊重 这第一审的事实的调查 但是四审的调查 我第二审以后 我如果说发现 这个事实的认定 可能有违背法令 就是可能违背经验法则 论理法则 这些法则的时候 他还是可以 用这种法则去动摇他的事实 可能会去把它去做一些调整 让他可能要废下去这样子 就是大概是以第一审认定的事实为基础 因为他是法律审 但如果说他这个调查的事实 还是违背论理或者是相关的法则的话 还是违背法令是不是 好那请问各位同 请问各位委员对这条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的话 我们就知道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76条 来立委员请 对不起 因为我那个迟到关系 但是我觉得66条 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可能是我误会了 我觉得可能可以很快厘清的地方 就是66条的部分 你的那个第五款的地方 你加了一个足以影响判决的结果 你在其他的部分 你在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跟行政诉讼法 都没有这个 只有判决不被理由或理由矛盾 不是吗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加了一个条件是 除了判决不被理由 理由矛盾 那个足以影响判决的结果 因为这个是一个 上诉合法性的这种控制 就是上诉事由 那现在就是说 判决不被理由或理由矛盾 那个我们在 在研议这个 其他的法案的时候 发现到就是说 在这个上诉要件 我们把它加以足以影响判决的结果 他这时候呢 他的上诉是比较 我们要去控管这个上诉的 这个 这个 如果说他 有时候是 很空泛的 那不被理由 那其实是不足以影响判决的结果 我们在第一道门槛的时候 就认为上诉不合法 是 但是啊 但是因为你今天早上 在讲很多的理由的时候 你都是讲说 哦 你必须要用同样的用语 因为法官法上面 有做这样的修正 其他有这样 那但是你 你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民宿用法469条 行宿用法379条 行政宿用法243条 都没有你新家的这个条件 那你现在跟早上的理由的部分 你怎么自圆其说呢 调整的跟法官法的 这个体力是一致的 但是你的 我现在问你的 是说 你判决当然违背法令的 其他的规定的内容 为什么你民宿用法也不算数 行宿用法也不算数 行政宿用法也不算数 现在又 法官法是 是上位的概念吗 问报告 就是说 其他的适用法 我们也在检讨这个上述的要件 是 但是你早上 我们在讲说 不适合的这个用语的时候 你回来很理直气壮的时候 你都是说 你都是讲说 你都是讲说 因为法官法这样规定 因为其他的法令这样规定 对不对 那早上我才讲说 那你要修的时候 你要嘛就一次的 把相关的东西一并修嘛 那你又不要 那你又不要的时候 你现在又来了一个在其他的违背法令 其他任何案件的违背法令 都没有所谓的足以影响判决的结果 然后你现在要 要这个加上这个是足以影响判决过 我觉得我没有被说服 我也蛮怀疑 就是说别的委员是不是被你说服 跟委员报告 早上委员特别关心我们处理案件的成本 那么所以我们希望将来有机会 让我们都其他的诉讼法 都能参考法官法跟这一部 公务员承接法 那么让我们呢 逐步的限收 法律审的上述的要件 减少案件的处理成本 但是我们今天早上的数字上面显示 就是说将来 我们从今天早上 谢谢那个委员长提供的资料 从104年到现在 拒降到几百个案件里面 我们算了一个案件 你只有几百个案件而已 我们希望未来是不要太多 但是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那个案件的每一个案件的成本 是四四万多 然后其他的法院的 最高法院出来的结果 一个案件是三万多 然后他们的案件量呢 是非常非常多 在那种情况之下呢 你认为不需要 或者说你认为他没有那个急迫性 然后现在这个情形呢 你的案件量 事实上是非常轻的一个状态 你反而加了一个 足以影响判决的结果 跟委员报告 在民宿诉讼程序跟刑事诉讼程序 事实上已经到了 非修改不可的急迫程度 只是啊 那个 立法的计划 我们希望说 下一个阶段 大院就能接受我们啊 做严格法律审 就是就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 还有行政诉讼的部分啊 都能接纳我们司法院 这样的规划 这样的意见 谢谢您 那那为什么这次的优先法案上面没有来 司法院这次的优先法案里面 并没有排了那个民事诉讼 我跟我们 我们知道这个会期 我们知道这个会期 以可以审法案的时间相当短 因为有三大人事案 那么我们希望 这个工程法跟工程会组织法 还有我们预计要推的 国民参省法 能够让我们先过 那我们估算起来 大概大院需要这样的时间 我们希望下个会期 能让我们啊 那个金字塔的诉讼 制度的部分 能够让我们送进来审 我觉得本院应该没有妨碍你送进来的任何的 我是不知道有任何委员反对 但是 但是我是建议这样子 你的这个标准 所谓违背法令的标准 还是要一致 我可以理解这次你为什么优先送的原因 因为那个厅长有解释过 因为七月份 就有他的这个急迫性存在 这个本席了解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本院的委员都 非常的一个配合的情况之下 但是并不表示说 因为你有急迫性的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处置嘛 因为你如果说 你现在加了一个这个条件上来 将来在审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或行政诉讼法的时候 那个委员 如果那个时候的委员啦 我不知道是谁啦 但那个时候委员如果反对的时候 那你这个怎么办呢 所以我的建议是说 你是不是因为那个违法的 我看那个民事刑事行政 他的条文的那个内容 其实都是一样 你这个是不是先不要有这个概念 你将来如果去讨论的时候 你这个还是可以修啊 并不是不能够修啊 那个李委员这样啦 我想这个你的意见非常的宝贵 那我想他可能是有不同的 在民事诉讼跟行诉跟行政诉讼 那就是一般的对人民的诉讼 所以我们在给他审级的救济上面 事项是比较宽的 那在法官法跟惩戒法庭的设计 我们之前是一审制嘛 那后来是大法官会议解释 还有一些这个行诉也有修正 所以我们大概就把他提到说 还是要给他一个确定判决 有一个救济的机会 只是说这个是针对法官 针对公务员 所以我们可能在上级审这个诉讼上的救济 我们现在率先先把那个范围缩小 就跟现在司法院要推的金字塔的这个制度是 合乎都一样的理念啦 那上一届你们金字塔的这个相关的法案 民宿有送嘛对不对 民日诉讼有送 行政诉讼有送 行政诉讼好像还没完成嘛 又有送 那因为戒期不连续啦 那上一届我们处于的法案也很多 那只是说这个金字塔要怎么改 这个上诉的范围什么时候要再让它更转 我想还要再对话 那但是我们会很欢迎这样的对话 那如果说李委员关注的话 或者我们委员会其实都是可以来排一下 这个金字塔这个制度的一个探讨啦 不管在司法院法案送进来之前或之后 其实这个部分是还蛮需要社会的一个对话 那这个法条 因为我们本案是会送协商 那如果李委员有相关的一些修正意见再麻烦 你到时候再提出来就好了 好 接下来 本夕的意见还是保留啦 因为你这地方不保留的时候 到时候再超级协商的时候 可能又跳过去 那我会觉得啦 我会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法官也好 公务人员也好 其实都很重要啦 因为它等于是社会的一个中间的分子 你事实上社会要安定的时候 这中间分子是必须要能够稳定的 你今天既然给人家一个二审的一个 那个救济的途径 你就不要做一个假的嘛 并不是说今天法官法有这样的情况之下 然后你要公务员呢 因为要比照 所以你就要 你就说那我给你好了 可是事实上来讲我要限缩 当然我听到刚才听长讲的 听长讲的是说 哦 法官法也是一样哦 但问题我其实不太能够认同的一点 就是说从民众的角度上面来讲 公务人员他的职责是公务人员没错 可他也是一般 他也是我们 也是我们台湾的国民啊 他也有他的权利啊 他在他的职业上面来讲 也有他职业上面的尊严啊 为什么他的职业上面的尊严 他是公务人员 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说 因为法官法有 所以我给你一个 但是就是这个样子 你不能够要求跟一般的民事诉讼法 行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你应该要所有的标准 你就应该是要一致的 除非你现在其他的法条 也做同样的修改 否则的话 本席基本上来是坚决反对的 以上提供做参考 好那我们就记名会议的记录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76条 好 好请问各位有个意见 好 实在是也不想打搅大家了 所以我才 我看到你这次新增了很多的条文 好 我想知道的就是说 我们之所以做这样子的 给变更的一个情况 因为以前的 如果你又要讲到以前的就例 以前我们都是说 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准用 比如说是行政诉讼法 或者民事诉讼法 就是你都是用准用的 但你这次不是嘛 对不对 你这次是把相关的调试 你不要用准用的方式 你都要把它全部的列在 这个条文里面 你这次修法的方向 我看起来是 我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你讲说应该要怎么样子 你是把它列出来 那意思是说 那其他的东西 就已经都不准用 这里面都已经涵盖全部了 是不是 来是法院 委员报告 就是说我们尽量可以定在这边 又定议它法律 那准用因为它是性质相近 才可以准用 所以我们在第99条里面 会有一个准用的规定 就是说 如果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跟本法的规定 除了跟本法规定 不相抵触的时候 是准用行政诉讼法 所以这个用这个部分 去填补这样的可能的不足 是 没有意见啦 基本上面来讲 你要嘛就是把它列明 你要嘛就是用准用的方式 这个我们都理解 但是你的标准 因为始终来讲 我觉得你的标准不一致 你的标准不一致 从今天早上在讲有很多的规定的时候 当你要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说因为法官法 这样做 然后当你跟其他冲突的时候 你就说 其他冲突没有关系 我们这一个新的修法的概念 所以这 我就搞不清楚你的 你的逻辑是在哪里 你的逻辑应该先定下来之后 我们就按照你的逻辑的方式 去处理这些的案子 我不会有意见说你要名列 我不会讲说你不准名列 你只能够用准用 没有 但是你的标准总要一致嘛 你不能够一下这样子 一下那样子 那我刚刚听你讲的部分 就是说你的策略是 你就是竹条 只是说你会用一个 catch all的provision 一个说去把其他的 全部都汪汪汪汪的抓进来的 一个方式去用准用 你现在在这个地方 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吗 是不是 跟委员报 我们在其他的这个 像行政诉讼法的体力上面 也是这样 他会有一个准用的条款 会准用到民事诉讼法 是 这个公务员惩戒法 基本上就是公务员 受惩戒的诉讼法 审判 所以他还是有必要 有的要规定 就怕有的没规范到的时候 我们再去准用 所以他原则上 都还是要规定 所以这个原则逻辑 应该是这样 他就是 就是你公务员在受惩戒的 这个诉讼审判的时候 的诉讼的法 那个程序嘛 所以基本上想得到 就要定进去了 对了 我没有说他不可以 我只有说 这个规范标件上面 是不是有一致 那当然是可以讨论啦 但是 其实应该是可以再说 道理应该是可以 越说越清楚的 好 那76条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照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我们讨论77条 好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有的话我们就照 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我们讨讨论第78条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78条 你主席刚那个赵伟刚不愿意保留那个66条 我觉得那我们就保留78条的部分 因为他都会跟66条连结 他其实就是牵涉到刚才前面讲说 有没有影响判决的那个结果吗 所以你才会在这地方讲说 除了这个那个情形之外 你的惩戒法院违背法令 违背法令 然后你讲不影响判决的结果的话 不得废弃 因为这个跟你的66条 刚刚我们讲第三条部分 事实上是联动的吗 是不是 是上述的要件 然后这边就说 如果不影响判决的结果 他是用实体判决 那个厅长可以说明一下 就是足以影响判决之结果 跟而不影响裁判之结果 这两个之间的区分 66条他也是就是判断 他等于是一个上诉的门槛 上诉合法性的一个控制 所以他如果认为说 不足以影响判决的结果的话 他第一关就是上诉要件 就把他先就裁定驳回 那可是他如果说先进到那一关 足以影响判决 他可能因为在审理上诉要件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实体审 他会先去处理说 他是不是可能滥诉 或是怎么样的问题 先把它处理掉 那如果进到实体的时候 我们最后终局整个调查的结果 我认为说他不会影响裁判的结果的时候 就是说那个第一审的裁判的结果 他的主文是可以维持的说 我们还是不会去废弃的 那个逻辑上面就错乱了嘛 刚刚我已经试图要帮你解套啦 他就是说你把两个做区隔 那他就不会有错乱的情形 因为你66条第一款第三项的部分 你是程序上面驳回 是说你认为他有 他虽然是 他虽然有违背法令 可是他不影响判决的结果 你就会驳回他嘛 因为他根本不符合上诉的要件嘛 对不对 然后你现在是说 你已经认为他符合上诉的要件了 你已经认为他违背法令 然后呢 他是足以影响 因为他必须要能够 否则你应该做程序驳回嘛 对不对 你在66条的地方 你不做程序驳回 表示说 你认为说 他是足以影响判决的结果 然后你到了78条的时候 你就讲说 如果你是有这样子的判决 一审判决违背法令 可是你不影响判决的结果 我就不予废弃 所以这两个逻辑上面来讲 我一直在讲就是说 其实很多的东西 司法院要做的事情 你要是金日塔也好 你只要是对人民的保障也好 本会的 本院的委员我相信没有人会希望阻挡 没有人会希望要阻挡你 但是问题是你的标准得一致嘛 所以刚才我已经给你提示说 那你 你这两个东西的区隔到底是在哪里 否则你前面已经认为 他是 他是不会影响 你认为说他是会影响判决的结果 他才能够上诉的 不是吗 那你为什么到了上诉的时候 你又说 他是这个 他是不影响判决的结果呢 他不影响判决的结果 你就应该程序博会啦 按照你的逻辑 66条的部分 他就应该程序博会啦 不是这样子吗 那个 谢谢 谢谢李委员很认同我的意见 但是我的意见是 这个法条应该是这样子啦 好 就说 好 我审审审到最后 那认为他有判决违背法令 但是呢 不会去影响到我的判决的决定 就是我还是要给他撤职 休职 或者是免职这些 所以 如果我还是维持原来的决定的话 这个判决 我不会去做废弃的一个动作 是不是这个解读啊 不会去废弃 不会去废弃嘛 因为就是说 你今天通过上诉审 那我审查最后 他虽然有违背法令 但是呢 我认为他相关的事证 还有相关的法律的适用 还是要维持原来的这个 一审的判决的决定 一审的判决主文 所以我在二审下判决主文的时候 我不会去下一个废弃的主文 是不是 护航实在护得太明显了 我请教你一下 司法院 我请教司法院一下 就是说 你在你的整个 你的惩戒的这个规定里面 你是不是二级审的部分 原则上面来讲 是不会令为判决的 原则上 是不是 司法院 你是不是原则上面来讲 你二级审不会令为判决 不会嘛 原则上 除了你法条里面有规定说 如果这个事实呢 已经足以确定 你可以令为判决 你才会令为判决嘛 否则的话 那基本上来讲 你的原则是说 你不会令为判决嘛 你的原则上面啦 是不是这样司法院 我已经讲了好多次 就是让你有多一点时间思考 但你应该 在我问问题之前 就已经知道的啊 在79条就规定了 这个时候要自为判决 就是说你的事实的部分 确定的情况之下 你才可以自为判决嘛 对不对 对 所以他怎么会有这个 这个78条的情形说 这个不影响裁判的结果 是我二审的裁判的结果 而不是因为 因为赵伟帮你想了啦 因为就是说 这两个部分呢 有的差异性 因为他先帮你讲 66条的部分呢 那个所谓的66条的判决是说 不影响判决 是讲的是一审的判决 然后78条的情形呢 是讲的二审的判决 所以这两个东西呢 是有差异性 他已经帮你想好了啦 但现在我的问题是在于说 真的是这个样子 是司法院想的吗 因为在你的设计 我在看你的法条的时候 你的设计并不是 你并不是说 希望说判决的时候 二审会有另为判决 或什么样的情形 并不是你的设计嘛 他你只有讲说 你只有讲说 在有特定的情况之下 你才可以另为判决嘛 那个委员 这个我们在 那个立法说明里面 就有提到了 因为条文里面 他是排除那个66条 第三项的情形呢 好 第一个他排除66条 第三项的情形 那么理由里面 我们提到说 如果只是细节的问题 不影响裁判结果 就不要去废弃啦 是这样的意思 那同样是 同样都是在 违背法令的大帽子底下 所以你的意思 所以你的意思 我会建议这样子 这个说辞其实也蛮好的 应该是后面的法官 那个 其实比较清楚啦 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没听错 民主长你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 第五项的部分呢 不适用于在 这个78条 因为他在前面 已经排除掉了 所以你的 你的后面所谓的 那个一审判决 违背法令 不影响裁判的结果的话 不可以废弃 指的是你的 第一款到第四款的部分 可民主长 这又出来的一个问题呢 是在哪里 那意思是说 如果你现在讲的话呢 78条解释 难道不是讲说 难道不是讲说 因为你的用语是这样子嘛 你的用语是说 除66条第三项之情形外 那其他的这个东西 不得废弃 对不对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66条第三项的情形的话 是可以废弃的 你的用语不是就变这个样子吗 是不是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66条第三项的情形 不得废弃 要 不是啊 因为你现在刚才解释的 MU长 您刚才解释的 因为我们现在试图 从很多不同的角度 看看你这个法条 能不能够自圆其说啦 那你刚才的解释是说 我们不需要去炒66条 第一项 第三项的规定 你说你不需要去炒 66条第三项 这是第三项吗 一二三 你说你不需要去炒 66条第三项的规定 那你不用去炒 它的原因是讲说 它不会有 也不需要去说 它的这个 会不会影响判决的结果 因为它就已经是66条第三项的 第五款的情形了嘛 对不对 那如果有66条第三项的情形是说 得废弃吗 因为你的条文是说 对 原则上要废弃啊 原则上面要废弃啊 它是当然违背法令啊 就要废弃啊 那那个66条的第一项 那个66条的第一项啊 就已经讲了 那是一个大帽子 你要上诉二审一定要以违背法令为理由啊 那么第二 这个别的诉讼法也是这样规定的啦 不是我的问题 因为它有点绕来绕去 我们稍微冷静一下 然后看一下78条的规定 好不好 78条的规定 我们把它拆解出来 就是说 什么样的情形以外 如果你有违背法令 然后不影响判决的情形 你不可以废弃 那因为你前面挂了一个 除什么东西以外嘛 那我们就讲说 按照你这个用语就是 66条第三项的情形的话 就是得废弃 66条第三项的情况就是得废弃 那既然我们讲66条第三项的情况是 得废弃 那66条第三项的情形是不是含了你的 66条第三项的第五款的部分 就是说 那个必须要 没有错 必须要足以影响判决结果的 你才可以废弃 单纯的 那那个判决结果是 包括一审的判决结果 还是包括得废弃 就是刚刚赵伟讲的 二审的判决的情形 是哪一个 那个 那个是在指说判决不被理由啊 那个如果说理由不被 那是你这个就是上述人主张啊 不被理由的情况之下是 轻微 你主张的这个事由是轻微 然后 不足以影响判决结果 就是光从你的理由来审查 那么 78条是 等 等审判之后 才做了决定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啦 因为 你的决定的部分 因为你加了一个 其他的诉讼法里面 所没有的一个要件 就是 足以影响判决的结果 今天比如说 那个公务人员啊 他提出来了一个 他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对不对 然后呢 因为你是判决不被理由嘛 你对于他提出来的真点呢 你不予回应 你不予回应 因为你认为那个东西不重要 可是对他来讲很重要啊 他认为那个部分呢 事实上会对你最后的 但是你不去审酌他 你就是不提 你就是不提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那个 回到这个78条的这个情形 第一个 你在他上述第三审的时候 你认为说 这个东西 不够成 所以我更不让你有第二审的救济 他已经违反你原来 要有第二审的 救济途径的 一个理由了嘛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你又说 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 得以废弃 他根本没有一个机会 能够去阐明 他的部分 你在他要上诉第二审的时候 你就已经先封杀他了 那个 李委员 还有那个司法院 66条第三项是当然违背法令 那另外还有上诉的两个是第二项嘛 就是违背法令的情况也可以上诉嘛 那你现在78条的规范是两个不同的规范 那一个是66条第三项情形 就是当然违背法令就没有后段的适用嘛 你后段的适用是在讲 不是当然违背法令的范围嘛 对啊 那这条 再请李委员再跟你们讨论一下 相关的那个法规的适用 这条我们就先保留 好 接下来讨论第79条 请问各位没见 大概就是自为判决的部分 这个诉讼法是比较 比较比较 大家会对程序的进行 不是那么的遗忘及之啦 还有那个法条的规范的目的 所以大家花一点精神来讨论 但是很多的诉讼法令 应该都是这样啦 79条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我没有意见 但我想请问就是 拜托可能那个司法院可能可以提供 就是到或者是 或者是委员长这边可以提供 就是到目前为止 那个自为判决 跟你发挥的那个比例 百分比 有没有那个统计的数字 没有 委员我们现在还没有二审啊 哦对对对 还没有二审 好 那请问各位委员对这条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知道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八十一条 好 行 好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照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八十一条 这个宣誓跟公告是 宣誓跟公告可以将上诉撤回 有的是没有宣誓 是不是宣誓后再公告吗 那如果我在 这两者之间不是前后吗 不会是择一吧 宣誓或公告 对那如果宣誓后 这两个是宣誓后再公告吧 不会只有宣誓或者只有公告 对啊那为什么是宣誓 那如果在宣誓后公告前 还可以撤回吗 不行吧 这条的立法的意旨是什么 因为有的没有经过宣誓判决 那个 就是没有言辞辩论还是什么 对 这情况是什么可以说明一下 言辞辩论 好我已经言辞辩论 那就是 哦好就是有就原则 例外他没有言辩辩论 然后他还是用判决搏吗 还是用判决来判嘛 所以就是原则上就还是要言辩辩论 例外才非言辩辩论吗 好那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那个刚刚赵伟问了一个问题 会不会有一个情形是两个都有的 两个都有然后有先后的 有没有 我们宣誓判决后就会公告 对 但是就是说你宣誓完之后 他还可以撤 在你公告前他还可以撤 已经发生效力的就不能够撤回了 所以 不是宣誓发生效力吗 还是是怎么样 已经宣誓的就是宣誓发生效力 就是有宣誓的判决就发生效力就不能撤 那有些判决是没有宣誓的程序 是用公告的 在公告前还可以撤 好那请问各位这条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 找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82条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这个就是没有规范到的话就要准用 好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照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3节抗告程序 请问各位委员对杰明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83条 第83条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这个规定跟前面的那个规定是 是有什么必要是两个地方 前面不是有个地方说 那个裁定的话 那个得为抗告吗 那是第几条 那个回避的那个规定 就是上午讨论那个回避 对对对对 那个那个那个是 那个是 他是裁定吗 对不对 我的意思说那你这个83条 不是就已经都讲了 他提起抗告 为什么有地方有 然后这地方又 所以这个地方的裁定 跟那个 这不是 全部适用吗 只要是抗告的话 通通都适用吗 对他是一个抗告的总 对那你有这个83条 这个规定 你前面为什么会需要 那个规定 委呃委员就是这一条 就是说我们在83条第二项 就是诉讼程序进行中 所谓的裁定 除别有规定外 是不得抗告 所以我们针对程序中的裁定 我们会在另外的条文 去检视说 要让他有抗告的必要的时候 会在另外的条文 去增加在其他的条文 就是说为了要让他符合 就是程序中的裁出 别有规定外 不得抗告的这个规定 但你这个地方 不是这样说的 你刚刚前面 我们刚刚讲的是 第五条的地方 第五条的地方 你没有这样 你就是你新增的一个地方 你新增的那个条款 你是讲说 承接法院第一审所为的 第一项的裁定 得为抗告 就好像是别的东西不可以 那你这个第一项的规定 你的意思是说 在八三条里面的 那个承接法庭 第一审案件的裁定 它并没有排除掉 你刚才新增的 第五条的新增的那个 那一款 我没看到它排除 第五条是 关于停职的部分 停职的裁定 那它不是你八三条的裁定吗 因为我们会落入到第二项的 就是说可能是 诉讼程序进行中 所谓的这种裁定的 这种这个争议 你看它的用语嘛 就在你的文件里面 第七页的地方嘛 它的用语 它的用语跟你这个是 惩戒法庭第一审案件之裁定 对不对 你那个地方新增的是 惩戒法庭第一审 所为第一项的裁定 得为抗告 这哪里有限制是说 过程中过程后啊 没看到它的用语上面这样写啊 第二项里面 不是我现在问你的 你有没有看第七页 是 第七页第五条的 第七页第五条的 最末新增的相次 你们真的新增的第五条 我的意思是说 你83条既然做了这样规定 你为什么第五条的地方 还要需要新增那个规定呢 你的第七页 我了解有缘的意思 就是说第五条的这个 最后一下 你为什么有必要新增 因为你83条已经有了嘛 对所以我们第五条的解释 会是在针对那个停止的裁定 让他抗告 那第八十三条 不是 你第八十三条已经讲说 所有的裁定都可以抗告啊 我就说你的那个逻辑啊 随着你要怎么样做 它是一直在换的 你知道 你83条的地方已经讲了 说你的裁判 惩戒法院的第一审案件的裁定 他没有限制你是在 审判中或什么什么都没有啊 他就说你的裁定 你就可以抗告嘛 不是这样子吗 你的83条第一句话 不是这样讲吗 对 那他哪里有说像你讲的 我是认为真的不需要有立场啦 大家在这个地方花时间讨论 是在讨论做对的事情啦 而不是说 你决定了这个东西 你坚持要找一个理由 说他非得要 所以我们的理由是问说 那你这个地方83条已经有规定了 你第五条规定那个东西干什么呢 这跟委员报告 第五条的这个后面 它是针对停职裁定的部分的第一审裁定 它没有限制你的 你83条也限制你的裁定是非停职的裁定吗 它是一个总责规定 它没有规定 但是因为停职裁定 它既然没有规定的话 它是不是适用在你所有的裁定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第二项 就是诉讼程序中 别有规定是不得抗告 所以我们会在第五条里面 会去增设一个 专门对停职的这种诉讼程序中的裁定 让它可以抗告 所以你的意思说 你的第五条是为了排除 83条的第二款的规定 对 为了要83条第二项 针对这个第二项的这个规定 特别在第五条来处理这个问题 你的立法理由上没说呀 还有在第三十条 你立法理由在哪里说了 你的新增的 你新增的这个东西 是为了排除第83条的第一项 对83条第二项的规定 哪里说了 因为诉讼程序中的裁定 不会只有停职裁定 可能还有其他的裁定 所以我们会在 有需要的地方把它 属于诉讼程序中进行中的这种裁定 那你这个地方83条第二项 为什么不讲 就是说除 如果你讲的是对的啦 我推定你一定是对的 因为是厅长嘛 你为什么不讲说 除第五条第 这是第几项 第四项 除第五条第四项外 因为你说那个东西 是在你的程序中嘛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不用说 除第五条第四项外呢 是的 各位委员报告 因为不会只有第五条 还有其他的程序中的裁定 那你就是除第五条第四项 或其他 比如说还有补证的裁定 比如说我要上诉啦 补证的裁定 第一审 他对于上诉 那上诉要件的审查 他如果认为要补证 他也要补证的话 这种程序中的裁定 我们也是会落到第二项的 说不可以抗告 那除了那个停 除了停职跟补证之外 还有其他的吗 我们还有这个看到就是第三十条 早上讨论的回避的部分 他是可以抗告的 是 所以你这边的别有规定 是指本法 是不是 是 是指本法 是 好 那我的建议就是说 那你这地方要不要把它写明确 除本法第五条第四项 然后你的补证跟回避 是在第几条第几项 跟委员报 就是说这种程序中的裁定 就是说我们 目前如果要盘点的话是可以 但是我们担心就是说 怪漏外 不会啊 因为你后面还是讲 或那个本法令有规定外 或者你就是说 除本法令有规定外 说有没有必要 就是说在前面的条文 已经让他表示说 可以抗告 然后这边再写一遍这样子 是 但是你这个地方又说不得抗告嘛 所以你会有一个排外的东西 你法条是要让别人明确的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参与 那个 那个审判的嘛 对不对 不是每一个人都对这个流程 很熟悉的嘛 那你总要让他很明确啊 不然我们 我们以前那个 我们以前在职业的时候 我们常常觉得说 这是什么法条规定 看都看不懂 你知道 然后现在呢 我跟我同学说 有就不错了啦 你知道 因为有就是这个 大家很努力的compromise 出来的一个结果 不要太挑剔 对不对 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个能够尽量让他明确 还是应该让他明确嘛 所以你还是会有个catch order 你还是会有一个 就是万一你将来又有其他的什么样东西出来 还是会有啊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你的用语 因为从我读的时候 我就认为说 你这个东西不是跟前面的地方冲突 那谢谢你 因为你解释完之后 我就能够 我就能够明了嘛 但是问题是不是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听你解释啊 那个司法院 大概你们这一条应该是综合民意诉讼法482483吧 就是一般抗告程序的规定啦 只是在民意诉讼法是分两条 你们把它放在一条嘛 那原则上裁定就是可以抗告 然后原则上程序中进行的裁定 诉讼程序进行中的裁定是不能抗告的嘛 那只是说 如果别有规定像那种停止处分的话 就可以抗告 因为那个签设的权益比较大 所以这个你们是不是跟你委員讲一下 就是482483民宿跟刑诉的裁定 有关抗告的规定就是这样的体力 这样他可能也许比较能够清楚 不用啦 因为你已经讲了 何必叫他再讲呢 我都听到了啊 对不对 我的建议是说 我的建议是说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只有我要读的嘛 就是说别人别人也要读的嘛 所以你是不是 就是说如果你坚持 你绝对不用改 不改 我们也表达了意见了嘛 对不对 如果你坚持你不用改的话 你要不要在你的立法理由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那个说明一下 或者是你前面的总说明 或者其他的部分 你就你就说明一下嘛 是 对 因为不是说给我听啦 不是说给我听 因为赵伟已经讲了 你不用再重复他讲了 我一静下来 民宿482483 我就听到了 好吧 谢谢 好 那请问对83条 有没有意见呢 那个立法理由 当然你们就再参着一下 李委员的意见 看怎么样去 再确认一点 再清楚一点 好83条 我们就到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84条 好 请问各位人 对这个条文 有没有意见 没有的话 我们就到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四章 张明再审 我请教一下 这个 第85条 抱歉 张明大家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 这个张明就照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85条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在你们的立法理由里面 第五点 因为要以第四款 第五款为再选事由 就是原来的法官 就判他刑事案件有罪的那个法官 他违背职务 对不对 好 那所以要提出那个判决的 参与裁判的那个法官的 有罪的确定判决 但这个实物上拿得到吗 他如果拿不到的话 这是不是可以像我们现在有些就是 去提出一个事项 然后法官去调 我现在要请教的是说 那个第五 你们立法理由里面的第五点 说要提出有罪的确定判决 那是参与裁判的法官违法审判 那他的有罪确定判决 他拿得到吗 这个被承接的这个人 因为是第八十五条的第二项里面 就是要判决确定嘛 判决确定 那你们要他提出 就像以前我们提战审的时候 有的人要说你要去提出原来的 那个确定判决的原本 那有些是提不出原来确定判决的原本 那现在你们可能不要求原本 但是他可能连影本都没有 来简直讲 我们误会这个意思 要提出就是 因提出有罪的这个 这个确定判决 那现在委员要了解 就是他拿不拿得到 那当然就是说 这个部分 就是说当然就是 如果说上网他也是可以查到 但是我们要用什么方式 要用什么方式让他去 去拿到这个 了解到这个形式的确定判决 因为以前我们提在审 有时候很痛苦 拿不到原来的确定判决 你们要原本 那现在放宽了是影本就可以了 那现在是说他可能连在这个状况 他连影本 他连这个讯息都没有 不知道是 对那这个部分怎么去克服 这个部分是不是 容我的存在 自己实行上 当然你们在法条里面 没有写到这么白 说他一定要提出 原来的有罪确定判决 但是理由上面是这样写的 那这部分的落差 你们怎么样去 看将来怎么去认定 至少是说 那我提不出来 但是我知道了 我有一个新闻媒体的报道 那我剪下来这个报道 请法院去查 至少要给他这个空间吧 是 他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如果知道这个 再审室有的话 他是用他的那个 知悉时间去起算 那如果 当然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 补这个落差 可能是在各个诉讼的 这个领域 都要去探讨这个问题 对啊 但是现在就是说 你那个时间点 你们会去算吗 你后来才拿到我的时间 才开始起算 就是可能这个事实的客观层面 他就是拿不到 那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不能他的赛审的这个权限就被剥夺了 因为有些也不一定会公开 那他本来就不是当事 他也不一定能够拿得到那个有罪的 其他人的有罪 所以确定判决我怎么可能拿得到 好 这部分你们考量一下 但条文是没有问题啦 我是说在你们的立法理由 我看到是这个问题这样子 你们再 再看这部分怎么处理 好 那 我也没有意见的话 第85条 我们就知道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86条 请问我有没有意见 好 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知道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87条 请问 这个第一项跟在审之诉专属为判决之原惩戒法庭管辖 这个跟早上蔡委员提的那个 那个问题有没有关联 蔡委员是提回避的问题 提回避的问题 那这个是关于在审的这个 那在审有没有回避 他还是要求要回避啊 对不对 他是在讲那个审级 比如说他是在审之处专属 一审判决 一审二审 对对对 了解 就是说他如果在一审确定 就在一审管辖 如果在二审确定就在二审管辖 分对 就是说你是针对哪一个判决这样 他是关于那个审判权的问题是 好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好没有的话就叫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八十八条 来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有没有意见的话 那我们就叫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八十九条 好 有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叫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讨论第九十一条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的话我们就叫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九十二条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的话我们就叫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讨论第九十五条 接下来讨论第九十五条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好 各位有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叫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五张执行 张明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叫司法院提案的张明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九十六条 就是送判决书嘛 那看怎么执行是主管机关去执行嘛 是 好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有的话我们就叫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九十七条 好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有的话我们就叫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九十八条 好 好 九十八条 有没有意见 没有的话我们就叫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讨论第六张负责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有的话我们就叫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九十九条 就调次变更 好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有的话我们就叫司法院的提案 不虑点 休息 好我们就叫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100条 就是 是審理中的案件 那請司法院說明一下 施刑日是怎麼定 這個是在關於這個過渡期間的 要怎麼樣去 適用什麼樣的程序 還有他的這個 所以就那個公佈後就施刑嗎對不對 就依照一般的那個時間 沒有再定一個日出條款 沒有再定一個時間 就我們公佈後就第三日 他們不要定嗎 事情是在103條 好 那就是這個期間 過渡期間的適用 好 請問委員有沒有意見 好 李委員 對 你那個這個 因為你上面寫了就是說 除法律別有規定外 現在就你們所知道的情形是 有什麼樣的一個法律別有規定 一百條的那個 一百條的那個 你新增的 你新增的部分 就你知道法律現在有什麼樣的情況是別有規定 委員報告 這個是預留 預留說有其他的法律規定 目前是沒有 目前是沒有嗎 目前就是你的意思說 如果我們講說 目前沒有的情況之下 就是在修正施行還沒有終結的話 他還是 舊的嗎 他到底是用哪一個 因為你這邊講說 有懲戒法庭第一審 適用第一審程序繼續審理 是新代就的 他如果他已經修正 他已經系數 但是還沒有終結的話 就按程序就重新 新的 就是重新的 對對就會有二審的機會 那你為什麼是這樣寫呢 這樣寫起來好像是用舊的 就是一審是用第一審程序繼續審理 所以如果這樣重新的話 變成他一審審理完 還可以往二審去 是 跟委員報告 這只是在 就是新舊制在銜接的時候 我們明確的去說明說 原來是只有一審 那現在有一二審 那就是原來的單一審接到 目前兩審的第一審 我們只是在說明這個事情 是你不用這樣說的話 你就是 你不是就是直接適用 你因為他 你是已經講說 修正施行實的話 那你就全部都是用新的嘛 除了法律你有規定 你要說沒有這個法律規定 那你就是適用新法啦 為什麼需要這樣寫呢 但適用新法它是一審 它就是用一審啊 它不會跑到二審啊 對 對 就法沒有二審 所以就是說 新法還沒有終結的時候 我們就是用現在 新過的這個條的第一審 讓它繼續把它完成這個程序 因為你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是那樣子 為什麼需要這樣寫啦 你新法修正通過就是 是用新法的嘛 那在新法裡面你有一審二審 他還在一審的審級 他怎麼會適用二審呢 他當然是適用一審啊 他怎麼會適用二審呢 就是讓他現在 因為就是沒有審級 所以讓他現在審理的那個 不要讓他說有爭議就是說 他到底是用舊的程序把它處理完 還讓那個手上的案件 按新的條件 用一審來把它處理完 那希望在這邊把它明確化 讓當事人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說 喔原來我還是可以按照新的這個程序 來把它走 讓人民可以看得很清楚這樣 好 請問我有沒有一件 就是讓他比較明確啦 比較清楚一點 好 100條我們就照司法院的提案通過 接下來我們討論101條 好 就是以後的提再審 這段期間提再審呢 就 就是用新法的再審程序 是不是 就新法的再審規定 他就是程序重新釋由重舊 程序重新釋由重舊 那在審期間有變嗎 沒有變吧 在審期間都還是一樣 他的在審期間跟在審釋由都是 依照就是之前叫議決 那現在叫原判決的 當時的室友來處理 在第三項 第一項在審期間跟在審釋由 議決或原判決時的規定 那在審期間有動嗎 好像不是都30天 有沒有 在審期間是幾天 我記得是議決的時候 104年之前 104年之前的條文有修正過 好 那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我以為蔡委員你會有意見 蔡委員你沒意見嗎 蔡委員你沒意見嗎 你這個地方牽涉到你的 那個27條第一項第9款 你那個 對 你是不是取決於27條第一項第9款 有沒有按照你的意思修 因為那地方以一次為限的 你找到有意見的 好 那101條我們就保留 因為27條我們有保留 好 接下來我們討論102條 好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的話102條 就照司法院的提案通過 好 接下來討論103條 本法的施行日期 大概定在什麼時候 施行日期 如果順利的話 我們希望跟法官法的施行日期是一樣的 就是讓職務法庭的一級二審 跟 懲戒法庭的一級二審 同步上路 好 那請問委員 對103條有沒有意見 沒有的話 我們就照司法院的提案通過 好 司法院含請審議公務員懲戒法修正草案已處理完畢 那有關於這個第83條立法說明的部分 就請司法院 儘速參照李委員意見擬聚內容 備文韓宋審查會 以評列入審查報告 那現在請宣 我們來處理附帶決議 請宣讀 公務員懲戒法修正草案附帶決議 略以 司法院應配合修正公務員懲戒之辦案期限規則 案件自收案之日起 逾六個月期限尚未終結者 以院長委員長名義通知 承辦委員及審判長促請注意 逾七個期限尚未終結者 除由院長負責督促訓與辦理外 並於一月十五日前 承報司法院 提案人委員鄭運鵬等 請 救援不在齁 那他這部分他有 拜託我跟他在處理齁 七个月 七个月 就把字加上去 请求司法院或者是将来的承见法院 下入案件预期的话 你们是怎么通知承办的法官 还有审判长 来 交委员讲 我们现在都有管考的标准 这个应该是管考的标准 我们管考标准每个月都会报给司法院 就是我们大概案件多少天结案 那如果它超过这个办案期限的规定 比如一年两个月我们开始管考会激催 是到一年两个月的时候开始激催 是这样 一年两个月之后大概每个月我们都会督促它 要赶快结案 那现在就是要厘清的嘛 第一个就是政委员的提案的后段 应该是预七个月啦 那如果七个月还没有终结的话 他要院长负责督促 然后15号前要承报司法院 这个好像这个有没有意见 都跟我们现在实务做法不太一样啦 我们大概每个月每个月的管考都会报司法院啦 就每个月大概结案多少天结案 那我们这个个案在管考的时候是照办案期限规则 我们在一年两个月的时候开始激催是这样的 那现在他这个政委员这个提案有没有问题 你们处理上有没有问题 你们现在一审是一年两个月嘛 那现在是中级审嘛 那大家也不希望说我们改 五个月 我们一年两个月开始激催 就是一年六个月 一年六个月 那一般的普通法院是一年四个月嘛 第三审应该都一样嘛 第三审一年六个月 好 那现在我们改成一级二审制 我们也不希望诉讼再拖太久啦 就是说这个案件还是可以尽快的审结 但是因为你一定卡到很多的刑事案件 所以你那个案件的审理期限 如果是他有刑事案件在审理的时候 你们就是依法裁定停止审判嘛 对不对 因为停止在第一审判决的话就不能停止 第一审判决 但是如果没有第一审判决的话 你们是裁定停止审判嘛 所以那个办案期限就暂停嘛 对不对 所以你这边的六个月事实上是 适用那种 就是你早上还是上次他质询的时候 你们答应他六个月 对对一般的案件 那个是一般的案件嘛 没有牵得到刑事的裁判嘛 是 那现在这个六个月还有 我们希望可以诉讼 这个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能够帮他表达这个意思 你们对他这个提案的 可以照这样的提案来处理吗 后三行那里是不是可以不用 院长去负责 急锤就好了 只有六个月之后 我们就开始注意 请他们留意 这样子 周伟啊 我建议是这样 因为其实委员长已经说 他的这个东西执行有困难嘛 你要不要就是说 看看助理还是谁 可以联络政委员一下 确定他大概想的是怎么样子 然后也把委员长的意见呢 先反映给他 然后看看 因为你还有别的东西要处理嘛 对不对 所以赶快联络一下 说不定可以来得及 我们待会可以把他真正的想法能够反映一下 好那这个附带决议我们就保留 好本案审查完 据你据审查报告 提请院会公决 本案需交由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时由周朝级委员春米说明 附带决议一定提报院会处理 条次引述条文文字部分 引述条文部分及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语 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 好 现在我们处理第二案 进行讨论事项第二案 审查司法院 含请审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修正草案 那现在进行大体讨论 那个主席啊 那个我们刚才有一个那个私下的一个讨论啊 就是说你这个你这个要不要另外排一个时间 因为这个那个本会委员好像现在在席的 只有剩下那个四位 当然符合法定人数啦 但是待会可能别的委员还有我是OK啦 但别的委员可能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 司法院我看他也累了 因为我们毕竟这个是很重要的法案 是不是考虑一下说是不是改天再继续审这个组织法的部分 以上谢谢 那听一下因为这个是这两个反而要一起出委员会啦 那因为今天本来我们就是两天一次会嘛 那大家讨论到这个接下来组织法没有几条条文嘛 虽然没有几条 但大家有意见还是可以提出来 那我们还是照我们的议事的那个时间我们来进行 那如果没有办法讨论就没办法讨论 好那请问委员 因为我不太知道 就是说现在只有四位嘛 那我们是十二位 就三位就可以讨论 是那很抱歉 因为我四点半又有约团体要来讨论 所以是说现在大体讨论 还是说能够怎么样吧 因为等一下附带决议的部分不在 好像又被保留 其实还是有这些困难 所以是今天会进行到几点 因为主要还是就是照会议的程序 如果我们可以选完就五点半 五点半 对 那有没有考虑真的是还有一次的机会来比较慎重一点 当然慎重我们现在讨论也很慎重啊 只说因为现在这个议程的排定 大概接下来很多的要处理嘛 那本来我主席的想法是说两天就是把这两个法案审查完 那大家有意见将来朝野协商其实还是可以提了 组织法有几条 那我们休息五分钟好不好 那大家讨论一下 休息十分钟好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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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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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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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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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